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昨天他的家被盗了 从我这偷走的古董都被抢到了外国黑帮分子古德白那里 而且和天窦的心腹空空儿也被绑架了 那边开出了条件 必须再拿一下古董过去 才能换回空空儿 我只好到古爷那里接古董 我上了金风楼 怪怪真不得了 楼上站了一圈古爷的人 老虎也站在古爷的身边 所有人都表情严肃 哦 老爷子 您这是 我吗 我小心翼翼的做下 有人面无表情的给我倒了一杯茶 小强啊 你 你你到底是谁啊 这不是为难我们的 这问题连佛洛伊德都正不明白 欧阳风就是这么被逼疯的 啊 鸡无命更惨 连命都丢了 男人 吃喝调走都没什么 啊 小事不能当卖国贼 瞧您说的 这包子要是有您这觉悟就好了 卖国贼 谁是卖国贼啊 你要古董干什么 这时候老虎已经忍不住张口了 就是千几天 一个老外 找到古爷 提出要买在手里的所有的古董 看样子 那就是国际上那些走私文物的杂费 哎 古爷不缺钱 哎 可这不是主要的 主要是什么 他老人家 不能够眼睁睁的看着别人 把我祖上留下的好玩意儿 都给倒掌出去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怎么能这么想我呢 在这个节骨眼上 你突然跑来找我要东西 不怪我们多信 现在 你告诉我 你说 你打算拿这些东西 干什么 好吧 我直说了嘛 这回来您这儿 确实是跟那帮人有关系 而且 从您这儿拿东西 也确实 打算交给他们 不是吧 跑这个小枪去 让他说完咯 可是 我是为了救人 而且保证东西最后 我会完毕归照 我眼前一概地把空空儿被绑架的事一说 他的身份当然不能表明 只是说 是我的一位朋友 老虎皱着眉头说 那你怎么保证这个东西用完了之后 还安然不恙呢 不是阿姜子 你也知道啊 那些可都是骨爷的病根子 再说了 用自己的钱把自己的东西给卖回来 不是 我这脑子的人都做不出这种事的呀 不是 你那朋友想要发家致富 得从别人买上海表的时候 就卖别惊 对方 投钱到底抢了你什么宝贝呀 这老小子 真是一股董痴 这趟口居然还在关心那个 可我确实不知道该怎么说 老虎也跟你说了 那些宝贝就是我的命根子 你不把话说清楚了 我怎么把他放心给你呢 这时我已经下定了决心 我冲骨爷使了一个极其不易察觉的眼神 骨爷不动生死的说 不然老虎啊 你带着他们下去走走去 哎哎哎 好嘞好嘞 现在说吧 爷爷倒看看你有什么见不得人的秘密 您相信这世界上有神仙吗 嗯 我说以前倒是不信 不过现在倒是希望真有 哎呀 我还真想像神仙一样长生不老啊 那不是啊 你到底想说什么呀你 我被抢走的古董包括 荆轲赐秦王的那把短剑 项羽穿过的黄金甲 他们三个已经刘邦和李诗诗身上换下来的衣服 大部分那都是九成心 而且是十足的真货 嗯 这什么意思啊 他们本人就跟我住在一起 如果您愿意 我一个电话就能让西楚霸王来陪您喝茶 或者让李诗诗那小牛给您盘段三弦 想见秦始皇有点难 最近电视上秦王陵挖掘总工程师 就是他 我把五人组三百岳家军一直到梁山好汉的事情都告诉了古爷 可是 我能相信你 您啊 有什么疑问您就问 上次在武林大会你给我那一堆东西 我都仔细看过了 都是宋代的 可是呢 可都没有一点氧化和出土的痕迹 啊 甚至包括这么一张纸做的护身符啊 一样 都是现从真人身上发下来 我吃的那块饼 岁数都比您大 还有上次我领的那俩孩子你还记得 跟老虎掐架那回 那也是岳飞的小战 上次 上次见到他了 哎呦 没想到他们是宋朝的前辈啊 哎呦 这个得罪了 这个 没事 我们相处都是按照自身年龄算 下回 您见了 他们照样给叫您爷爷 哎 哎 好呗 那你需要什么样的古董去救人呢 啊 就是那种看上去 就是古董的古董 哦 哦 哦 我明白了 明白了 他走进了一间屋子 回一会儿拿出两件东西来 一件秀气斑斑 是一香炉 另一个是一个平平无奇的瓶子 你看啊 这个香炉是元朝中期的东西 现在可是绝对不允许私人买卖的 这还是我们新中国成立不久啊 我收的 至于这个瓶子呢 是宁朝的官窑制品 这两件东西要到了黑市上 应该不会低于三千万左右吧 这么贵 跟你说的那些东西比起来 这两件东西只能算是下等货 现在呢 我把他们送给你 你不必担心损毁 但是 你得答应我 把你丢的那个东西都给拿回来 行 东西拿回来以后 可以借您玩去 不是 是吧 真的 我看还是算了吧 我怕我禁不起救货 到老到老了 我晚节不保了 其实也没啥玩的 星科那把剑还不如咱们的水果刀块 项羽的甲除了看着黄眼 没什么 你懂什么你 要你这么说 这古董全都是破烂了 跟他们在一起 真正的乐趣 是联想他们历代的主人 在他们的身上发生过什么样的故事 那您看玄幻小说去做好 再说 那样的话 要收藏一马桶想象力丰富的人 那还吃不吃饭了 对了 我还得跟您坦白一件事 那个 那个听风停啊 其实就是前些日子 鼓起来的 您也不用联想了 要是想看 我把金大尖叫来 天天跟进这儿鼓完 得得得 你快滚蛋吧你 我刚上了车 何天窦像掐着点一样 把电话打了过来 小强 东西拿到了吗 我给你个地址 你直接去找古德白 不是 你想让我拿着几千万的东西 一个人去 放心吧 他们肯定舍不得杀你 再说 你身上 留老六给你的 乱七八糟的小玩意儿也不少吧 自保 应该不成本机 我算是明白 猥琐的人不一定是神仙 但神仙一定是猥琐的 我很顺利的找到了古德白住的宾馆 敲门进去 古德白笑眯眯的跟我握手 屋里边还有俩外国人 啊 肖先生 欢迎 欢迎 行吧 你验验货 如果满意的话就放人 古德白戴上了手套 当他看到那个满是斑驳的香炉以后 眉头微微一皱 然后走进了另一个屋子 从里边传来滴滴的交谈声 那应该是他们的专家 没用几分钟 古德白从里边出来了 元朝和明朝的东西没有问题的 那既然没问题了 我们那哥们能放了吗 肖先生 我们想要的古董 这个 怎么说呢 我们老板对你带来的两样东西 并不十分满意 那你们想要什么样的呀 是这样 我们对一件事情非常好奇 那就是 为什么经过你手的东西 明明是秦朝的 可看上去 居然还很崭新 这到底是他们 之前就被保存得如此完好呢 还是你掌握了什么 是古董焕然一新的技术呢 我们老板想要的 就是这个东西 什么新技术 我就是拿酒精擦的 什么 真的是光是酒精那么简单吗 其实也不是那么简单 可以说一说吗 除了酒精 还得用汽油 你现在能放人了吧 东西已经给你们了 而且没有问题 再有呢 就是这已经是我手里边的 最后两件宝贝了 姚先生不要这样说 其实我们所做的这一切 都是为了跟你合作 我们并没有想白要你的东西 包括现在也是 如果你同意我们以后继续合作的话 以前从你那里拿来的东西 我们一样会照价付钱的 看来你们是吃定我了呀 如果我说我真的没有你们想要的东西 你们是不一定信了 东西我多的是 祝我们以后合作愉快 我小心生的思维方式 常常让人感到不可捉摸呀 人能放了吗 反正如果我反悔 你们可以再绑架 放 这就放 他忽然打了一电话 听语气确实是在吩咐什么 按照何天窦的吩咐 我只求他们恢复空空儿的自由身 到时候自然会有这爷儿俩去对付他们 不过事情进行似乎有点太顺利了 不大一会儿功夫 何天窦就跟我报了平安 他们居然真的把空空儿放了 怎么样 这下放心了吧 行 那我就先走了 嗯 哎 等一下 哎 这个 古董真的可以用汽油和酒精擦吗 当然了 看见这打火器没有 啊 新不新 可你能猜到这是哪个朝代的吗 哦 哪个朝代的 本朝的 啊 嗯 等我回去的时候 家里多了一个四十岁上下的中年人 个子很矮 光头 满脸精干的表情 看来这就是空空儿 剩下的事情就全是你们的了 啊 空空儿 你现在还能找到他们的老卧吗 他们给我用了药 我一直在昏睡 干爹 你打算怎么办 被他们拿去的东西一件不少的我们得拿回来 至于那些人 嗯 你看着办吧 这么说 你并没有真的想跟他们合作 你是怎么了 我可能跟他们合作吗 我现在有些迷糊 好吧 我现在就去查他们的落酒店 空空儿 走后 何天窦 揉着太阳绝说 我感觉很不好 小强啊 你刚才有没有对空空儿用独心术 看看他在想什么呢 他不是你干儿子吗 我觉得 他已经跟我不似一条心了 这时 一旁吴三桂慢条思脸的说 哼 空空儿 他要不反 那有了鬼了 什么意思 小强 你不要紧张 一切都在掌控之内 胡兄 你都说说看 好 对方本来不应该是这么动快就放人的 还有 一个昏睡了这么久的人 也不应该有这么大的精气神 最后 他那句话 依然暴露了他的身份 他问你们是不是不打算跟对方合作了 这分明就是早已经被人家策反了 来试探我们的 内应 你刚才怎么不说呀 说了又能怎样 你们谁是他的对手 何天斗 你不是说一切都在掌握之中吗 我早算到了今年有一节 只是没想到这节应在了他的身上 那你的对策呢 现在节是应了 不过对策还没想好 这就是你说的一切尽在掌握呀 这个准确的说应该叫束手无策 诶 鱼哥呢 别找了 就算项羽在平地上恐怕也不是空空门的对手 空空门如果是回那帮老外那儿的话 时间差不多了 他到底背没背叛我 很快就会知道后果的 这时候电话响了 是雷老四 他用那种幸灾乐祸的声调说 喂 幸福的那老外对你的表现可十分恼火呀 现在他让我跟你说 如果你改变了主意 趁他告我 如果我没改变主意会怎么样啊 哎呦 那你可就惨了 我会和他们一起对付你 咱们可是心仗加旧恨 嘿嘿 我要是你呀 嘿嘿 肯定头疼死了 我能问你一下你怎么对付我吗 以前你就是一小混儿 可现在呢 你明确的买卖也不少吧 啊 酒吧 酒长 鸡料公司 你去吧 祝你成功 拜拜 呦 小强的口气满大吗 他想动我的产业就让动呗 反正我都是属于挂靠形式 酒吧砸就砸去呗 至于玉才 他要是不怕被打死 过去也行 可是表哥 你说 他会不会为难包子姐 他此言一出 吴三桂他们几个都站了起来 我的心也顿时像掉进了冰窖一样 怎么把这场给忘了 我哆嗦着给店里边打了一个电话 问接电话的服务生 你们包子姐呢 包子姐刚才还在店里呢 前几分钟和两个朋友出去了 什么朋友 不认识 他们来找包子姐 说了几句话 然后包子姐就跟他们走吧 那两人男的女的 男的 那两人是不是老外 不是的 强哥 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你们包子姐走的时候 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表情 没看出来 挺乐呵的 我挂了电话 直勾勾的看着同时拨给包子的李适适 他放下电话说 电话通着 但没人接 这帮人 这帮人 这帮王八蛋 我们早就该想到的 上次扎雷老四 就是因为包子 他肯定知道 出你小墙哪儿的肉 你最疼 想到包子可能会受到的遭殃 我浑身直走啊 他要是长得漂亮的还好 最多给人开点名 可包子本人长得跟刑具一样式 难保看守他的人 不会虐待他 小墙 你打算怎么办 有办法 你就说吧 三哥 我现在已经没主意了 首先 我们要知道这事情是谁干的 包子店里的伙计 说是两个中国人 那八成就是雷老四人 现在我们先不管 那帮王八 主要的任务 是救包子 然后呢 具体办法呢 打吧 打 还像上次那样 上次只是一个小小的教训 这次打折要打 几顿 不出手 所以 一出手 就要他死 让我先问他 打 bin 帮忙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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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